这假账案稍不完 近年要害失了916万的三张发票申报不时 又被爆出有4笔不明金流 高达1300万转入木可公关公司 捡到再度约谈会计助理陈伟轩 恐怕案情持续扩大 但更严重的恐怕还是进华城容积率扩增到840% 科室府被指控涉嫌图利 依照进华城负责人 威京集团总部主席 沈庆金的集团大楼和住处都遭到检调搜索 台北市员应小为办公室也被搜 两人都遭检方约谈 难道下一个就是柯文哲被传唤 怎么看这文餐被交保 会不会担心下一个是你 我做 还在台语 主席现在党内有护院有轻胖直血 要你们起死 你怎么看 怎么看说你把选举补助款当生活补助款 柯文哲拿4300万选举补助款 为自己买商办房产还顺势成了饱足功 被绿媒网军追杀 但立委爆料 过去民进党不少人就是这样干 他带领过多少人去打选战 那些选战的所谓的选举补助款 光是三分之一交到党部 三分之三分之一都还有N千万 也是个人拿去用 甚至还有人是带到国外去用 民进党如果你要批判这件事情 你也要把自己的历史回顾一下 不要双重标准 可以查一查嘛 到底是谁啊 钱还搞到国外去 总统的选举 因为他这个募款金额很大嘛 那我在想说大家这么热衷选总统 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陈昭之去指责民进党 当然很好啦 反正狗咬狗嘛 问题是柯文哲的责任还是逃不掉的 柯文哲周四将召开记者会 说明查账结果 但金华城案检方大动作 缤纷多路搜索 对柯文哲来说 就怕司法风爆裁战要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